曾晏博 蔡英文 Reviewer的一个人 曾晏博彤 曾晏博彤 很高兴来到德国 来到柏林 Good afternoon everyone I'm very glad to be here in Berlin, Germany 我一定要澄清一下 他不是梁虹 I have to clarify that I'm not Lian Hoh He is Mr.Lian 梁虹在那 They are the couple 因为这个台子太小 我又太胖 所以只能我一个人上来了 因为这个台子太小 我太胖了 所以我觉得这个台子太小 我们会一起来 我跟我的太太梁红 一直在环游世界 走过了很多的国家 这是源于一场灾难 2008年中国地震了 我带着我公司的员工 然后就在15天内 我们挖出了很多的尸体 这大大触动了我们 让我们在反思 我们该有一个什么样的生活 所以我们就用旅行的这种方式 去环游世界 十年的时间 用我们生命力 五年去准备 五年是在路上 2015年也就是今年 我们是从走丝绸之路 西亚中东 我们这一路看到的都是灾难 死亡 可是我们还是想做一些有意义的事情 或许这就是我们今天能站在这的原因 我想先放一个微信啊 所以接下来我们会看到这个视频 董饭会和这些只在立地的史上 近一万年 spends前春汉 graphic外 ineffective 佛大坚山的文化 在他的隔室 虽然 朵将 simpler 此次 中国人称嗑 如此 时 仍然 我们也发现,我们也发现, 那些人正在运动的生活中, 在未来的Afghanistan的未来。 所以,在军军 2015, 一位中国人, 约10,000km, 爬到巴miel, 从北京到巴miel.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们希望我们能够做些事情给 Baalmian people 这些残忍的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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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Baalmian Buddha site 这就是我们在 Baalmian做的 很多年前我就是个商人 然后也是在中东和西亚做生意 01年的时候 我在新闻里看到了 Baalmian大佛被炸毁的消息 我们认为被摧毁的文明 不应该被遗忘 所以就在想 到底有什么方法 可以为 Baalmian做点什么 最后我们用了3D投影技术 我们希望让世界再看它一眼 最大的难点是光线 因为一开始想用激光 激光是能量光束 它可能会对洞地加温 最后我们选择了金属鲁素光源 我们自己制作了一支投影灯 经过了许多测试 最后结果是 对洞壁的加温不超过0.5度 最终我们获得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和 Baalmian政府的许可 15年的6月6号 一个多月的时间 一万多公里的距离 我们终于到了 Baalmian 大佛又站起来了 巴米扬人是这么说的 那天晚上他们唱歌跳舞 大佛看着他们出生 看着他们长大 看着他们老去 看着他们死亡 其实大佛就是他们的邻居 我还记得一个德国裔的阿富汗学家 阿富汗科学家 跑过来握着我的手 我跟我说过去十年 他一直在为巴米扬做事情 但他听到的都是坏消息 但是今天我们给这带来了好消息 但是今天我们给这带来了好消息 然后第二个事是关于乌尔古城 伊拉克 还是请大家再看一段小片 这应该是伊拉克整个两河流域 那种不大米亚平原上最古老的一个遗季 乌尔 这是全世界第一座城市 乌尔古城 公元前两千年 距今也就是四千多年了 如今屹立在你的面前 你就觉得它是饱含了时光 饱含了岁月的痕迹 我们要把这个有七年的古城 用极光色苗尔完全地建一个三地模型 这是一个目前世界上最先进的 三维扫苗尔 它每秒钟可以测一百万个点 从那儿到这儿的距离 然后把这些点变成点云图像的出来 我做到了 这太真实了 这也成功了 对,很多普通人来说 尤其是普通的中国人来说 听到伊拉克 一个单词就出现在脑子里 ISIS For the ordinary Chinese people When they heard about Iraq And their word come out ISIS 伊拉克是古老文明 几个古老文明的发源地 然后几年来 许多人 人类文明古迹 却被IS毁灭 哈特拉城,尼尼威城 现在岌岌可危的亚述 哈特拉城,尼尼威城 现在岌岌可危的亚述 但我们不想停留在愤怒中 乌尔古城 亚述古城 是我们此次伊拉克的目的地之一 But we don't want to stay in anger We want to do something And for the Ural city And the Assyria city Is our purpose 于是我们联系上了 伊拉克博物馆 后来我们也找到了 Mr. Ben So we contacted The Iraq Museum And also we contacted Mr. Ben 我们最终到达了 乌尔古城 完成了乌尔的放庙 Finally we arrived in Ural city And we finished The 3D scan Of the Ural Asian city 但是到现在为止 我们还没有能进入到亚述 因为亚述一直在交战 But until now We cannot reach to A Assyria city Because that city is still in fire 直到现在 也就在昨天晚上 我们还在跟伊拉克军方 保持联系 一旦有进入亚述的可能 我们会再去 Until now including yesterday evening We still keep in touch With the military there And whenever we can go there Then we will go 最后还想 还想再多聊一下 就是伊拉克目前文物 这么遭到破坏的一个原因 At last I want to talk about The reason why Iraqs Are they sure To be destroyed 我们接触到了 活着的IS成员 We have met Some live Iraqs 然后我们问他 你们为什么要把这些文物 古迹都砸毁 We ask them Why you want to destroy This nation 他跟我们说 这是为了掩盖 他们如何倒卖文物 They said They just want to hide How we want to How we sell this 像这么大的一个亚述时期的人像 For this kind of large object from the Arseria city 在摩索尔附近的文物黑市 可以卖到 10万美元以上 In the market close to the Massar 所以确实没有买卖 我估计也就不会再破坏 So I think If there's no deal No buying And I think There is no destroying 然后最后还想说 我们做的这些事 是想在战火里打捞记忆 In the end We want to see that What we did now is want to see the memory During the war That's it Thank you Thank you very much